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 这条片当然要讲讲中共对台湾军事恐吓的最新情况 分析一下中共连串行动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对大陆自己又有什么影响 昨天8月4日,中共开始第一天的军演 军演范围主要在围着台湾的六大区域进行 进行这个所谓实弹射击训练 十艘老解军舰和几架飞机短暂地越过台海中线 另外射了11支东风导弹 关于射导弹这个部分,当然是重点 稍后再详细讲 整个军演相当短小晶降,大约3个多钟搞定 老解随后宣布已在特定区域进行精确打击 并取得预期效果 不就是,老解实弹和导弹都射了 射得又准,射完就舒服了 好了,打完大炮,当然要打嘴炮 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说老解说话是算数的 今次已经针对美台勾结这些势力作出严正的震慑 不过这样,老解之前放封,又说要对付佩洛西的飞机 现在就等佩洛西去了韩国吃起来 她才射那11支导弹,还射到海 那又怎算是港国算数呢? 至于有什么震慑美台呢? 一会看看美台两边有什么反应 大陆外交部再次批评佩洛西 说佩洛西狂躁、不负责任和极不理性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说叫大陆麻烦你理性和克制 佩洛西惨你都傻,他继续行程 受到大陆军演影响,50多班往返台国际航班被取消 美国那边的反应非常低调 佩洛西亚洲之恒已经跌出主流媒体的头版 连老解军演都是小蝙蝠地报道 而台湾那边除了50多班国际航班取消外 台湾各个机场的运作大致没有受影响 距离军演区域只有9.5公里这么近的屏东小琉球 那些渡轮还是正常行驶的 那台湾人干什么呢?他们还继续出海观赏情愚 记者问台湾国防部为什么容许民众出海赏情愚呢? 国防部说本岛没有危害事故 也没有发出警暴,民众当然可以自由出海 台湾国防部还向媒体表示 已经运用他们的侦测系统 掌握到东风导弹的弹道路径 评估过导弹并没有危害,所以不必发出警暴 即是老解射导弹也提供了数据给台湾国军 这样台湾国军可以推算到自己有没有拦截的能力 总之台湾人和台湾军方似乎非常淡定 因为台北地铁那些上班下班的乘客 人人拿着手机都不是在看老解军演 而是在做其他事 看来台湾方面真的没有被震撑到 我想可能大陆的震撑真的发挥作用了 台湾人已经内心深处受到震荡 七七四十九日之内都必然震到七孔流血 另外台湾外交部也揭发 8月3日台湾电力即台电 观察到490万次黑客攻击 而平时两个月才有500万次攻击 而8月3日一日之内已经有490万次黑客攻击 另外一分钟之内有850万次企图登入台湾重要网站 目的当然是企图瘫痪台湾重要网站的运作 而他们发现这些攻击IP是来自大陆和俄罗斯 暂时大陆的网军还未攻破台湾网络 我觉得情况有点像俄罗斯当日 以为一夜之间可以瘫痪乌克兰所有网络 谁知道乌克兰准备充足成功抵挡俄网军的攻击 外交上昨天G7表态支持台湾维持现状 和支持台湾的民主 又说大家理念相近的伙伴 一起维护印太自由开放 今天北约发表声明叫大陆纳克撒车 停止毫无正当性的军事恐吓 又说回导弹 今天老解射了11支东风导弹 其中4支飞越了台湾上空 有5支射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日本当然马上抗议 大陆那边华春莹大妈说 大陆根本不承认所谓什么日本专属经济区 即是这句都说了 就与日本正式企硬 一于战狼到底 而台湾很多评论员说 大陆的导弹根本不准乱射 所以射到日本海域附近 但是老解又一早说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即是老解是特意打到日本 专属经济区 即是大陆的导弹没有乱射 这样的情况我就想到怎么解决了 我觉得为了向全世界证实老解的导弹 没有射错 很准确的 明天老解你再射5支导弹 去日本海域同一个位置 一模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一样射得中的 那就可以证实老解的导弹有多精准 对不对? 我想大清、灵帝都想知道自己的东西射成什么 如果两次都中红心 那就证明你能够好 这样你才能震慑到人 你当得大清的灵帝 你没理由学习家超公公 你没理由以结果为目标 导弹射到哪里 你就说那里是红心 中到正目标 那不可以的 好了 老解现在就直接拖起日本下水了 还摆出的姿态是特意射到日本附近的 你怎样呢? 你怎样呢? 这样日本接着会怎样做呢? 这件事就很值得继续去探讨了 但在继续讨论这个议题前 我照例也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钟仔 一有新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了,言归正传 先讲一讲大陆反应 昨天大陆的小粉红就一片哀号 很多小粉红说 看着佩洛西的飞机降落台湾 大陆什么都没做 那些什么拦截、击落、通通的脑吹来的 佩洛西思思言高调地完成了所有访台的行程 非常多小粉红说激动得哭哭啼啼 有些小粉红就跟人输倒 说佩洛西一定不敢去台湾 结果输了,输掉了 有人说输了就要有口齿 所以在网上表演自刮 即是自己掩自己 有人就拿跑 有人就说吃糞 不过看不到吃糞的场面 他声称会吃 我看到那些影片 这次我没笑 我只不过替那些小粉红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伟大的党 最擅长是说过不算数 说了就当做了 现在这些小小老百姓 小小的小粉红 竟然学人手信用 你只是公然违背党的立场 你根本是违反党的行为准则 如果连那些小粉红都说过算数 反而党答应了的东西 签了约也好 随时都可以反口 随时可以说是历史文件 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小粉红也有口齿过党? 怎样可以? 不可以的 所以没法了 所有自称会手信用说口齿的小粉红 全部警告他们 约谈 然后指控他们 说他们恶意手信用 恶意有口齿 兼且要杜绝所有民间的疏导 不过这样 今天老解射了十一支 小粉红就马上爽了 有些网民就说 武统第一枪已经打响了 有些又说大陆必然会笑到最后 看看蔡英文佩洛西将来有什么结局 将来蔡英文佩洛西有什么结局 我就不知道 不过肯定 说这些人的结局就一定是这样了 就是韭菜 韭菜是他们的结局 总之今天导弹一射 早两天的耻辱马上烟烧云散 东风导弹射到上天 然后马上民族伟大就复兴了 现在的军演去到8月7日 而同一时间又拉迷日本下水 事情会如何发展呢? 首先 大把KOL 包括我都说过 中共一定会转移视线 制造另外一些话题 转移个焦点 让大陆14亿他们 全民关注另一件事 然后很快就会忘记此肉 我相信大清灵帝无论如何丢架 都不会有什么内部的真正压力 而台湾那边可以说越来越淡定 他们已经不会那么轻易荒乱 其实大家又想想 当电视的画面已经见识过 乌克兰上千枝导弹的攻击 这些画面、这些影像 根本视觉上已经习惯了、适应了 老解那11支导弹还有什么震撼性呢? 而且这次黑客攻击 和导弹的发射 反而给了一次真实测试的机会 给台湾的国军 演习一下如何应对这些老解的攻击 起码 这次台湾成功抵挡了中俄合力的网络攻击 而老解的导弹发射 这么多珍贵的数据、这么多资料 一声麻烦就已经可以得到 真是可以算是另类收获 不过大陆将会加强制裁台湾出口去大陆的产品 那些台商当然是很惨的 而且很多消息也传出 大陆会搞这些在大陆有投资的台商 这些台商恐怕难逃一劫 但这样 大陆打击这些台商 也同时削弱他们自己亲共的力量 大家知道 论到在台湾亲共又很有力量的 肯定是这些台商 如果大陆赶着这些台商 他们唯有离开大陆 要是回台湾 要是去越南或印度 总之走得的就走 撿得回多少就撿回多少 这样就不知撤资影响大陆的经济这么简单 台湾内部协助大陆滲透的亲共的力量 都必然慢慢地减弱 这个世界没了大陆的水 台奸也会少很多 没人赚给你做不做台奸 你猜真的和清零帝有亲吗? 你猜真的和清零帝是同志吗? 大陆的情况短期之内又会怎么发展呢? 肯定他们回不了头了 唯一能够做就是继续做战狼 战狼下去 站硬到底 而他们越站硬就越快 加速被阴干 你说现在封了台海 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 OK 真的会的 那你自己也不一样受损害? 虽然大陆经常说 食草食三年也不会死的 我真心相信这样 我相信大陆食草食三年不会死 不过我问你一样 食草四年又怎样? 食草四年又死不死? 大家想想 如果当西方世界可以令大陆食草食三年 即是他们已经被逼想办法 解决了供应链的问题 解决了依赖的问题 到时西方世界真是捱得过去的话 到时就不会只叫大陆食草食三年 可能会叫大陆食草食四年食五年 甚至长期食草 那你大陆又可以顶到几时? 你到期时又怎样应付呢? 各位小粉红、韭菜兄弟姐妹 你够不够胆说为了打台湾 食草十年、二十年 你都心甘命抵? 现在G7不约已经表态支持台湾 未来如果大陆再武吓台湾 甚至经济制裁台湾的话 G7、欧盟、北约等国家 就可能会逐一逐一对大陆作出抵制 新鲜的例子刚刚8月4日 美国公务员退休储蓄计划 TSP被发现 有部分的钱投资在大陆的基金 而那些项目是用于侵犯人权的产业 还有一些是有大陆军方背景的公司 显然现在TSP很快 就将会不投资大陆任何基金 而这个TSP在管理7千亿美元 7千亿美元折合是5万4千6百亿港元 当然不是所有的钱都投资在大陆 但相信大陆的比例也不会少 大家看看当这些投资一走 好,大陆的外国资金又少了一大截 没有了外来的投资 大陆想发展新科技、新研发 下下自己鸿河包出来 有没有那么多钱呢? 今天美国暂时停了导弹试射 大陆的小粉红很兴奋 说美国现在害怕了 其实你想想,美国很明显现在摆明 让大陆继续做新闻头条 让他们继续维持恶霸的形象 这样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有好处 乘机表示美方是理性的,美方没有挑衅 而日本今次5支导弹射去它专属经济区 后来他们修宪,建军一定顺利很多 日后如果真的打仗,他们就有更大的正当性 大陆今次可以说给了一张牌他们上 而台湾的媒体还访问英国夏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 问他还是否打算访台 董勤达当然就说继续安排访台的行程 大家想想,如果董勤达的属杀就轮到他本人下不了台了 所以就说大陆你越恶,反而逼使到西方世界被迫起硬 大家回头看看,一次配落西访台 胡锡进几句拦截和击落 结果一夜之间,令大陆多了很多正面的敌人 有很多国家本来是劝共的,又顶多是轻微反共 现在变成齐齐反共,明确反共 我越来越觉得胡锡进是故意给西瓜皮青龄帝踩的 绝对是暗中反习的 所以爱护青龄帝的小粉红,你们一定要追究胡锡进 彻查他有没有勾结内国势力,或者内国势力 一珠茶到底,那就对了 看到这里也是那句,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片下,应该有超感谢的富豪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大家不妨加入,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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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